Hello 艺术艺观点线上的好朋友 今天呢是特别的日子 2月29 所以呢我就想要在就是这一天呢 特别就是介绍一本很神奇的书哦 这一本呢每一天都是全新的时刻 这一本书呢 其实它是我在2014年的时候看到的一本书 那这一本书呢我觉得非常适合在2月29号 这多出来的2016年多出来的这神奇的一天呢 跟大家分享 因为通常就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四年会有就是一年是润年 就是多出来的一天嘛 那我这边我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每一天呢都是全新的时刻 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本书 这一本书哦其实我非常的喜欢 它是少数呢 我唯一会天天看的一本书 我再说一次就是一年365天 这一本书是少数我会看超过 就是200多天以上的书 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一本书呢 Hello Hello Charotelieu 嗨 然后还有这一本书哦其实就是 它不论是作者的经历啊 嗨 萧佩宇 或者是说不论是那种就是作者的经历 Hello 央犬 我现在都一直在打招呼 好我还是先认真讲好了 我觉得每一天都是全新的时刻这一本书哦 为什么我要挑在那个今天特别的一天哦 就是2月29每四年都会多一天嘛 我觉得这一本书真的很适合在今天这样特别的日子里 跟大家分享 然后就是也祝福一书一观点的 线上好朋友 每一天呢都是全新的时刻 嗨 红拳 这一本书呢除了是少数我会天天看的书 几乎啦就是一年看超过200天会每天翻的书 就已经你看大家看这个这个边缘都已经被我翻到烂掉了 就是爱不释手的好书 那同时这一本书呢其实也改变了我的人生 改变我很多 嗨 Johnson 诶Johnson因为你昨天有问到气场的问题哦 所以我在想说这一本书可以解答你昨天的问题 哦对 其实为什么我会特别分享这一本书呢 也是因为昨天有朋友呢就在问我说 诶Meta气场到底是什么东西 气场 气场 那气场到底会会对于人有什么样的影响哦 其实是这样的 如果说你今天呢 你的气场跟你的身体呢 是就是属于很畅快的情况下 那其实你各方面不论你的工作啊 你的运气啊 你的感情家庭都会非常顺利 但其实就是现代人呢 比较少会注意到这一块 然后其实我们每个人呢 身体都会有一个能量场 那所以说如果你今天你想要特别了解你的气场 你可能觉得说 诶我好像工作上没有那么顺 生活上没有那么的顺 我想要调整我的气场 那我也很建议说这一本书可以去看 哈喽郁君你好 我看到你在线上咯 总而言之呢大家应该会很好奇说 到天哪就是我看了那么多本书吗 其实到目前为止 因为我每天都看一本书以上 然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书呢 可以让我一年 呃超过两百天以上 我会常常看的一本书 那这一本书每一天都是全新的时刻 就是属于我会常常翻阅的书哦 那还有就是说如果大家就是 而且我觉得这一本书很适合在你去上身心灵的课程之前 可以先看的书 基本上我是觉得说你看这本书啊 其实可以省下很多学费啦 然后还有就是说 如果说你觉得你目前的生活啊 你的能量需要调整的话 我真的很建议就是可以看这一本书 好那我这边再讲一个 通常像这种身心灵类型的书呢 很多作者他的方式都是说 你要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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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这个作者啊 那个我都叫他高文 高文呢 他的方式不一样 你在看这一本书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他是就是慢慢的带领你一起前进 就是他慢慢的带领你一起前进 然后渐渐的你会更了解自己 啊该怎么做 是一个看完会让人家觉得很温暖 很有能量 会想要继续前进的一本好书 好那我当然就是讲了那么多 大家一定很好奇说 哇每天都是全新的时刻 我要如何开始呢 所以就是希望分享完这一本书之后 一书一观点的好朋友们 从明天开始 开始工作 每一天都是全新的开始 2016年 祝大家都会有全新的转变 所以我觉得今天就非常想要分享这一本书给各位 哈喽玩帆 我看你在线上了 好那首先我要先讲哦 大家通常就是 我前面有在收听医术医观点 好朋友一定就知道 Meta呢会特别喜欢书 特别推荐的书 或者是说特别觉得有共鸣的书 通常作者会吸引我 他的经历 好高文也不例外哦 其实高文的经历有跟我非常非常的类似 我那时候看了我就觉得说哇 这个这个作者就是我觉得我 我觉得他可以就是 对于我的人生方向呢找到一些指标 为什么 因为高文他一样也是在 他大学毕业之后后来 他就是有一段长达很久的环游世界的时间 因为当时他觉得说他想要找出 他的人生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跟价值 那同样的其实我当时在环游世界的时候 我一开始会想要去环游世界哦 我也一样是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我好奇说世界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我好奇说我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王法你说很棒的一本书 谢谢分享 好他其实棒的还在后面 我待会儿会分享内文哦 你可以收听 你可以一边先做事情 然后一边当把一书一观点当成广播收听 而且王法你如果觉得这个直播很棒的话 欢迎你现在就按分享 把直播呢分享到 那个你的FB 让你的好朋友看到 可以跟大家分享 这样也算是日行善嘛 好 哈喽仓位 我看到你在线上了 你好 那所以 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这个作者其实跟我好像 其实因为我之前真的 那时候会去环游世界的时候 是因为我想要更了解到说 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我想要活出我人生的意义 我想要完成我人生的功课 那一种心灵的声音是非常庞大的 可是那样心灵的声音一直催促你的时候 外在的人其实是看不出来的 那你会很焦躁 你会觉得很空虚 因为你会觉得说你自己没有活出你人生的使命 你会觉得不够踏实 知道 所以其实我很理解就是 高文他在书里面写到 他当初为什么会花这样的时间 漫长的时间 然后去环游世界 然后包含他有提到 他说他在遇到他现在先生之前 他也是身心灵经过很长的一段 调整 调试 一直问他自己的内心 那这一段的心路历程 我觉得我非常的有共鸣 当时我看到高文的历程 我就觉得说 没错 我就是我的 我的真的 真的就是我在他的身上的经历 我看到某种程度的我自己 所以后来高文回来之后呢 他就觉得说 他希望 他找到了他人生的使命跟意义 所以他决定把他就是这一段人生的过程当中 就是他如何就是去面对自己 然后让自己心想事成 活出自己的天命 调整自己的方式 他一步一步画成文字 他希望可以这本书可以成为各位的祝福 因此他写了这一本书 所以今天一出一观点 一样也是希望分享完这一本书之后 可以成为大家的祝福 希望各位呢都可以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 还有希望各位呢都可以心想事成 那我也希望这一本书可以成为大家的礼物 哈喽Betty 哈喽妙妙 哈喽妹 那在这边呢我想要先跟大家分享哦 高文他有提到 他说 我们他说 其实 生命真正的运作方式是相反的 你必须你要是真实的自己 是真实的自己 我再说一次 接着做你该做的事 最后你就会拥有你想要的东西 可是一般人常常都过着相反的生活 他们想要拥有 他们想要的东西 做自己不应该做的事情 然后而且也常常不是真的自己 然后也不是讲自己真心想要说的话 做的事情 大家想想看对不对 很多人其实就是说 他明明他就是这样的想法 可是呢 他就常常说反话 其实我这边再讲一下 就是高文他有提到 他说 当你今天你要更快的心想事成 活出你自己真心想要的生活 得到你真心想要做的事情 非常简单 你要对自己坦诚 而如何对自己坦诚 从现在开始 你就说你真心想说的话 然后就是说 对于当下这件事情的看法 保持真实的看法 自然的表达出来 说自己真心想要说的话 做自己真的想要做的事情 最后你就一定会拥有 真的适合你 而且你想要的东西 我再说一件事情 说自己真心想说的话 做自己真心想要做的事情 最后你就会拥有 你真心想要 想要的 就是各方面的事情 那然后他有提到 他就是说 还有一件事情可以加速你 就是去实现你真心想要得到 或者是说就是实现的画面 就是你要去创造 你想好的画面 那这个创造预想的画面 是在于说 他可以帮助你自己 找出你自己是怎样的存在 帮助我们专注 并且顺利做好每一件事情 帮助我们巩固 拓展 导建自己所拥有的东西 所以你必须是 真实的你 你做你真心想要做 该做的事 最后你就会拥有 你真心想要的东西 但是其实现在很多人 常常就是会颠倒 那样的内容 就是说反话 其实我这边再讲一次 就是说反话 就是你 就是你做的跟你想的是不一样 这是最浪费能量的事情 等于说你要花double的能量 因为你说谎是一个能量嘛 那你还要再去做这件事情 做你真心想要做的事情 你要在内心再澄清一次说 虽然我表面讲的是这样 可是其实我内心想的不是这样 那这样子其实是会更浪费能量的人 所以你如果说你要加速心想事成 从现在开始 我再说一次 你必须试真实的想法 说你该说的 做你该做的 你就会拥有你自己 想要得到的 比如说我那个时候其实 我想一下 我当时其实我想要去环游世界的时候 虽然我没有跟大家讲 就是我要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从我每天 我其实我都会创 就是我在睡前跟起床 我都会去想 我真的环游世界回来的那种感觉 然后有时候我甚至会想说 我在沙拉拉沙漠的时候 那一望无际的沙漠 那个虾就是混着风 然后轻浮我的脸的那种感觉 我甚至会预想到那 结果我后来很神奇的事 那一趟旅行真的就如同我所预想的一样 而后来我也真的实际上去环游世界 可是就在当时其实 因为那时候我大学刚毕业去的时候 其实旅游风气没有那么盛行 所以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 非常的不可思议 可是当我踏上旅行的道路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那非常熟悉 可能就是因为我有创造预想画面 所以说如果今天你要就是去实现 你真心想要过生活 有一点很重要 除了我刚刚讲的 就是说你必须试真实的自己 保持真诚 然后说自己想说的话 做自己真心想做的事 你就会拥有适合你的生活 那这边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时时刻刻 最好就是说在睡前 或者是醒来的时候 去想那个画面 如果说你觉得想非常的 很难想的话 那你可以就是说去感受 比如说你可能是属于感觉的人 比如说你想要 假设我这样举例好 比如说 你今天你想要开名车 那你就想着 你就不要想你是怎么开到名车 你就是想 哇你坐在那个名车里面 然后开着车很拉风 然后你跟你旁边的朋友 或者是伴侣聊得很开心 然后性能很好 就是想象那种开心的画面 这种就是创造预想画面 然后重点是不要执着 一切就是放松 那你越快这样 然后你渐渐的你就会发现说 你心想事成的频率会越来越快 那还有就是他有提到他说 当你的目标没有实现的时候 其实可能是你还没有真正准备好 或者是宇宙正在试图告诉你 还有更好的或者是你没有想过的选择 正在出现 他这边他就举例来说 就是有一个人他其实他很想要 他很想要就是说 就是他很想要成为一个 我看一下 就是他其实他是很想要成为一个 talk show的主持人 可是很奇怪的是 他造者这本书作都没有实现 后来呢 就是他来跟就是这个作者讨论之后呢 他成为一位神职人员 就是牧师跟心理治疗师 结果后来呢 这个牧师他成了热门国家电视节目中 担任talk show的主持人 节目的内容就是在探讨 行额上学跟超自然现象 而这种独一独二的事业组合 就像是为他量身定做一般 所以说呢 你的预想画面如果没实现的话 很有可能是因为你认为 你自己想要的东西 但是宇宙会给你更适合你的人生方向 所以有一件事情是说 我们也许都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所以我必须让事情发展 答案就会出现 举例来说 Meta呢 在开始做这一系列一书一观点直播 我只是因为我想要把后面这一堆书 就是整理出来 然后跟大家分享 我希望可以对大家生活有帮助 然后持续这样播出来之后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事情发展会怎样 就让时间来证明他吧 感觉很好玩哦 好 那所以呢 就是这边还有提到 就是他有提到他说 我们每个人哦 同时我们也在制造空间 让更多能量流进来 高文的意思是说 今天呢 宇宙的能量是流动的 所以当你今天呢 你去就是给予 就是你今天去付出 你去给予 相对的持续的能量会持续的跑进来 所以我的解读是 你今天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 其实你是在帮助自己 因为宇宙不会让你这个 抛空出去的空间 一直保持空的状态 相反的他会给你更多 更好的能量给你 呃 其实我自己也常常是这么觉得 我觉得其实帮助别人 最大的收获往往就是自己哦 他有提到他说呢 一旦我们开始学习去接受宇宙的恩惠 我们自然就会想要跟他人分享 并发现当我们将能量给出去的时候 我们同时也在制造空间 让更多流量进来 能量呢 会以各种方式存在 比如爱 情感 欣赏 认同 物质 财富 金钱 友谊 无论哪种形式 基本原则都是通用的 所以比如说 你今天你想要爱 你渴望爱 你是一个单身的人 你要如何获得爱 很简单 你开始去爱别人 什么爱别人 你可以去担任志工 你去关怀孤单的老人 为什么 因为孤单的老人 其实他们是最需要爱的 那当你真的无私的去关心 去付出 比如说做志工啊 然后去关心独居老人啊 我相信很快适合你的伴侣 就会出现了 那或者是你也可以持续的日行一旦 就像有一句话 有本书就常常说 常做好事的人 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伴侣通常就很好 对他很好 很适合他 我觉得也是这种道理吧 有些事情就是 你没有办法用科学去验证 但他真的就是很神奇的 在我周遭就发生了 那 呃 这边他其实他有提到 他说哪一种人生活不快乐呢 你可以发现就是有些 有些人他在某些方面 表现出很饥渴的感觉 比如说有些人就是 哦 快点 你赶快跟我买这个东西 什么样的销售 是最让人家害怕 就是那一种 快点 你赶快跟我买这个东西 我缺业绩 你赶快帮我买 就是这种 他很饥渴 所以他对于生命 是抱持了一种紧抓不放的姿态 他觉得整体而言的人生 跟某些特定的人 都对自己的需求有亏切 那这些人就像是 一直掐住你的脖子 他觉得他想要从对方 炸出渴求的爱跟满足 可是实际上 他反而阻断了攻击的道路 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倾向 呃 你说 秉兰你说好棒哦 能量循环 对啊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能量 所以你给出什么样的能量 到最后巡回出来 往往你得到的就是 怎么样的能量 那我刚刚前面这边提到 就是说像有些人 他们会很希望从伴侣 另外一伴获得爱 他很渴求 他很焦躁 可是问题是他忘了 其实他自己就是完整的缘 他自己就可以给对方爱 他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空间 像很多人会觉得 就是在意吃亏 吃不吃亏这个问题 可是你会发现 往往越在意吃不吃亏的人 他们越不快乐 而且呢 还有一件事就是说 他们可能越会算计 但是到最后反而就是 你观察那样的人 到最后结果他们往往就是会 呃 吃了个大亏 比如说他可能就是说 呃 就是对别人都算得很精 但是就是呃 在某一个投资上就是亏大钱 就是我所谓的这种案例 所以这一句话也可以解释 就是说 天公疼五人 就是呃你吃吃上天的那永远就是都是富足的 这种意思 不好意思我台语不大好哦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内在 源源不绝的爱与快乐 但是我们已经习惯去认定说 你必须要从外界才能够索取 但是亲爱的 我们每个人都拥有满满的爱与富足 事实上快乐不是从外面求的 你今天你的快乐不会因为你拥有车 拥有房子 拥有巨额的巨款 你就会快乐 快乐是在于你的心 你要如何能够快乐 平静 很简单 就是活出真实的自己 就像我前面所说的 你必须是真实的自己 做自己真心想做的事 最后你就会拥有真的适合你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今天你一直讲反话 违背自己的良心 即使你获得了再多外在的物质条件 别人再怎么崇拜你 你永远不会开心 我们人没有办法去欺骗自己 我们只能对自己老实 所以那如果说你说长期对自己不老实的人 会有哪些情况发生 很简单就是人格分裂啊 或者是说他可能 看起来都很顺利 但是可能就是在中年的时候 或者是投资私利 或者是说就突然出事了 为什么 很简单 就是因为他的潜意识 已告诉他自己 他不值得这样的东西 那这里呢就是 当我们付出自己爱的能量 就可以制造更多能量进入 所以你很快就会发现 这个过程太美妙了 让人想要一做再做 你从自己身上的分享越多 你就会感受到世界越多的回来 这是能量进出的法则 那自然不能忍受真空 你只要付出就会挪出空间 而这种空间一定会补足 付出的本身就是回报 我再说一次 付出的本质就是回报 所以心态的给予哦 是要在你能够感觉不对劲的时候拒绝付出哦 我这边再强调一次 如果你不能够只是一味的付出 除非你是敞开心胸的接受回报 而且给予的意义也包括给予你自己 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 有些人其实本质上是没有办法接受 让自己过太好的生活 我再说一次 有些人真的内心是没有办法接受自己过好生活 这种情况很常出现在哪些人身上 就是比如说有的人的爸妈 他衣服穿的很破烂 可是他确实的花大钱给投资在自己的小孩子身上 可是其实这样的能量呢 是不正向的循环 所以常常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发生什么事 这类型的爸妈很省 省给小孩 可是小孩子往往是败家 只把钱花掉 为什么 其实这如果以能量的法则来说 这是正常的 因为你本来那些钱 那些你应该要拿那些财布呢 好好的让自己过好生活 你说 俊伟你说为什么晚上我还那么累啊 因为我有请打光师帮我打光啊 如何呢 好啦我继续讲 为什么就是这样 因为这样的爸妈呢 他其实是你那些钱 其实应该是你要好好让自己享受完 你要好好对待自己的 但是你没有 所以你的小孩子就 因为能量守恒的关系 所以他就把他整个就会花掉 所以最好的方式呢 就是你 你把该是你自己要花的钱 所以为什么像有的人 他们有的很有钱的人 他们不留钱给第二 他们的后代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明确的抉择 事实上 如果你今天你真的是有赚钱才能 钱本身就会喜欢你 而且就是你的小孩子 也一定可以再创造更多的财富 所以呢 就是很多 其实很多人他们是前一次一次 真的觉得自己不值得那么好的哦 所以 所以这还要再探索到 你要去问你的内心 为什么你没有办法接受让自己过好生活 哎 大家真的不要想 真的有的人 他其实是 不让自己好过的 他就觉得说 我一定要穿得很不好 然后我住的很破烂的生活 那个环境 然后就拼命的一直存钱 就很像仓鼠一样 只是一直累积了那个数字 那这类型的人就是属于我讲的那一种人 或者是说 他可能买了很多名牌的东西 但是他都囤起来 他也不卖 他也没有用 我觉得这些这种有囤物症的人 也是属于我讲的这种人 你为什么不穿 吃好的 用好的 穿好的 很简单 你就觉得你自己不值得嘛 那你自己都觉得你不值得了 你在这样子持续付出 你也不会有好的结果 为什么 真正我刚刚前面所提到 说你就是你去付出 你会有更多回报 那个状态下是 你真的很爱自己 你有给自己过好的生活 你真心觉得你自己值得过 富足的生活 这样的情态下 你在付出 你会持续的就是有更多收获 而不是说你潜意识你就觉得说 啊 我不配过这么好的生活啦 然后就是 这样的情况下你是没有办法获得 所以他这里他就有提到说 如果你今天你 你不能够只是一味的付出 给予的意义是包含你也要给予你自己 所以我希望大家今天就是听完之后可以去思考说 如果你今天你想要做的事情一直都没有实现的话 你想过生活一直没有出现的话 是不是因为你并不是真心的希望你自己过好生活呢 还有这边这一段哦 第三因为我前面已经有提到两段了嘛 就是首先是第一个你必须是你自己 然后你才可以成为真实的自己 然后拥有自己想要过生活 第二个前面刚刚第二个就是说 当你真心的爱自己给予别人的情况下 你会得到更多嘛 在最后就是第三点 哦 其实这本书我真的是很爱 我觉得我应该是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时 但是这本书呢 就是我真的很希望大家有空啊 可以去看看 因为它是少数我会天天翻阅的书 好 在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第三点 这一段也是我很爱的 就是如果今天你生病 或者是你发生意外 比如说出车祸 或者是说发生事情 往往是在向我们释放讯息 也就是你的内心需要解决一些问题 晏安 哈喽 永知 哈喽 DAI小姐 你说上个月才看完这本书吗 DAI你觉得如何 哎 DAI我跟你讲哦 我觉得 因为其实我当初真的看完这本书之后 然后我照了这本书做 结果后来我生活上真的发生了很生气的转变 就觉得自己太慢看到这本书了 哈喽 永知 我有念错吗 哎我顺便来再来点名好 最后 哈喽 EJ 哈喽 俊韦 哈喽 正宇 哈喽 Joanny 哈喽 哇 Joanne 哈喽 戴小三 晚安 哈喽 品蓝 人量 循环 哈喽 Amber 哈喽 钟凌 志强 EEL 哈喽 Ruby直播 啊你喝酒啊 你都一直喝酒 不理你了 李Ruby酗酒当中 哈喽 美乐蒂 哈喽 西青 好 我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最后要跟大家分享就是生病 当你今天很奇怪得到二级 如果说今天你有朋友就是他好像都很很顺利 然后结果就是 你说Ruby你说干嘛跟大家说 对啊我吃醋了 谁叫你宁愿喝酒不来停直播 是吧 没有啦开玩笑的 好那我这边我要讲一下就是说 好啦你是小酌 哦 你知道 郑宇你说什么时候看众训的书 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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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分享就是我觉得有实作的书诶 众训我要跟你请教 燕安你说很开心听到这个部分 我觉得如果你的人生啊 就是要更圆满更顺利 我觉得懂一些能量跟气场的一些概念 我觉得是很棒的 邱俊文你说这本书找不到 你就是打每一天都是全新的时刻 每一天都是全新的时刻 好 Ruby你说快带我去中训 不要你知道那个洪振宇他多厉害吗 诶他是随随便便都可以跑全马的人 诶我现在超弱好不好 我有办嘛我就要偷笑了 大家如果说要那个问跑步啊 或者是运动资讯 欢迎问洪振宇他真的很厉害 他也是那个我在跑团认识的朋友 好 邱俊文就是你找到了吗 每一天都是全新的时刻 好 最后讲完啦 就是如果说你今天哦 你有朋友他是就是突然发生重病 哦 比如说cancer二级 二级就是很奇怪的疾病 或是他很奇怪 他就是发生了意外 百思不得其解 那亲爱的我跟你讲 这是因为我们的你的身体 他透过你发生出事了 然后呢 就是告诉你说我们的内心有些问题哦 要解决 有时候我们生病是因为我们内心相信在某些情况下 生病是一种适合必然的对应方式 他在某些方面似乎能为我们解决问题 或者是满足我们的需求 或者化解一些无法解套 难以承受的内心冲突 举例来说 为什么有人会精神分裂 也可能是因为他现实的生活当中 发生了他无法去面对的事情 所以身体创造一个疾病 让他免于去承受这样的压力 可是为什么这样会有这样的病 其实身体的出发点是为了保护我们 再来或者是说 有些人他得癌症 其实是因为他太久以来 他都是保持完美的形象 其实他内心的那个内在的小孩 很希望有人去照顾他 安抚他 所以身体接受到这样的声音 创造了cancer 让他得了癌症 那你说这太夸张了吧 谁会想要自己得癌症啊 诶没有哦 其实你今天有的人 为什么今天会莫名其妙生病 或许是因为他的内在的心灵 告诉自己说 其实我需要 我需要被照顾 我需要有人懂我 我需要有人照顾我 我想我想 因为我都一直付出 我想要就是体验被依赖的感觉 那你说 每场你讲这个太夸张了吧 可是事实上真的有哦 因为实际上的话就是 呃我观察到 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 通常呢 得肺癌的人 他们就是其实 某种特性呢 是属于就是 他其实心里有很多话 但是他不知道怎么讲 怎么表达 他其实很爱你 可是他往往说不出 那这样的人通常是 比较容易会得癌症的 那像我记得之前有看过 类似这本 这种书 他有提到就是说 你生什么病 其实是代表你的内心哦 是 是怎么样的情况 那我觉得很神奇 而且我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 是蛮有说服力的 举例来说 还有就是说 有人生病是因为 他暴露在某种传染病的 环境当中 所以他潜意识 他觉得生病的几率很高 或者是说他们家遗传疾病 所以他就会不自觉的 安排自己遵循相同的生活模式 有人生病或者是发生意外 是为了逃避工作 可能是工作出现他无法面对的困难 或者是除非生病了 否则他不容许自己有喘口气 或安静下来的时间 有人生病是为了得到爱跟关注 比如说他小时候 没有办法就是受到爱与关注 他就会透过疾病来产生 就像有的小朋友 可能爸妈太忙 容易生病 亲爱的不是他特别虚弱 而是因为其实他需要 多陪陪他 多关心他 多爱他 所以你可以注意到那种 爸妈比较常陪伴小孩子在身边的 他通常身体都很健康 而且没什么大毛病 你说就是 Ruby你要来乱 好 那还有有人呢 刚刚前面提到就是说 有些人为了得到爱与关注 所以他生病 因为他希望得到关爱 那有些人一生压抑自己的感情 最后被癌症带走生命 这就是属于我讲的 刚刚讲的后者 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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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照片中我肚子 拜托那一张大头照很早 好不好 那一张大头照是我之前po的 哈喽 吕家瑋 我看到你在线上了 新朋友好 哈喽 那个杨小姐你好 我看到你在线上了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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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安老师 好 然后还有就是说 有人一生压抑自己的情感 最后被癌症带走生命 为什么 因为情绪的累积会造成自己的压力 可是你又认为呢 你自己不该将情绪表达出来 所以两者产生的冲突呢 没有办法解决 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我觉得 现在的社会上 很多cancer产生 当然我们先撇开环境因素 然后 可是 欸燕安你说 Chenbo你说 跟吸引力法则很像 嗯 但是他 我觉得有点不大一样 我觉得这一本 比吸引力法则更实用多了 而且更务实 他更融入生活 然后我实作上 我也觉得就是 我对这本书 每天都是全新的时刻 比较有感 吸引力法则对我还好 然后 林燕安你说 教学中的孩子有这样的例子 燕安老师你是说 教学当中有什么样的例子呢 我也很想听 好 所以我这边再讲一次喔 如果你一直持续压抑着你的情感 你很可能到时候就会得到癌症 或者是重症 并且被带走生命 为什么 因为情绪累积造成自己的压力 可是你却会认为自己不该将情绪表达出来 两者之间冲突无法解决 这种是什么样的情况 就是 我内心我想要讲出这种声音 可是问题是 你又给自己一个声音说 我不行 我不能讲我不能讲 然后就这样抵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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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就爆炸 Cancer产生 那当然先撇开环境因素不讲 可是我真的觉得说现在 其实台湾某种程度上是很压抑的社会 然后我觉得应该是 就是应该是这样的环境 让我们常常就是很多想说的话 说不出来 然后我们明明很爱对方 我们说不出来 那这样子长期的情绪压抑造成的压力 然后所以其实现在的重症 Cancer的人很多 先撇开环境因素 我觉得心理上的层面 可能也是这样子造成的 所以他这边他想要强调的是 疾病除了生理因素之外 其实情感心理精神因素也会导致自己生病 而且生病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内心 或者是生活当中遇到难题 我们要藉此找出解决之道 所以如果说我仔细去感受到 我内心的感受与意念 往往我们都能够痊愈 所以当我们今天生病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觉得我们是受害者 当我们正为身体的疼痛上所苦 它是一个讯号 说明我们的意识当中有东西需要被开启 说明我们要去检查我们内心的情绪 去承认并且疗愈 通常生命的传达讯息就是要我们沉淀下来 多花时间与自己相处 如果你现在生病了 你建议你要多花时间跟内在的自己相处 疾病通常会强迫我们放松 放下手边一边繁忙的事物和努力 进入深层的宁静的意识层次 最后获得我们需要的能量滋养 而最根本的疗愈永远来自于内心 即使我们可能也需要外在的治疗 当我们允许每隔一段时间就静下心来 跟内在的自己好好相处 我们就不再需要透过生病 来让内在的自己得到关注 生病或者是意外 往往是像我们释放讯息 就是我们内心有些问题要解决 可能是有一些被压抑的感受需要释放 或者是在某些方面需要更多的关心 尽可能让自己沉淀下来 倾听内心的声音 弄清楚这个讯息是什么 预防永远胜于治疗 如果你没有健康上的问题 那真是太好不过了 只要你能够肯定 并且想象自己永远充满健康活力 你就永远不必担心生不生病的问题 那我这边呢跟大家分享 实际上我觉得看到这本书的时候 当时其实我有被疗愈 自从我看到这本书之后呢 我发现自己的身体状况呢 像我以前其实是那种大小病痛不断 可是当时我看到这一段话的时候 我就发现到说 其实生病是在提醒我 我自己目前的生活是否需要调整 那后来我发现到说我意识到这一块之后 诶其实就是 我发现我的身体其实就 大体而言就是都还蛮平稳的 甚至呢 有时候就是工作太忙 我发现到说诶我快要生病咯 就是会身体会有出现一个声音 提醒你 然后我反而就是会 开始调整自己的作息 然后反而就是就没有感冒了 就很神奇 以前是感冒的时候才发现 啊我感冒了 但是现在就会发现到说 你跟你的身体是处于和平的状态 然后你的身体会自然的就是提醒你说 现在该做什么 该休息 该做什么事 就非常的神奇 所以 好我这边最后再讲 今天你如果发生了意外 或者是你生病了 其实这不是什么坏事情 相反的是你的身体在提醒你 你的人生或许需要调整 你目前做的事或许不适合你 或者是这个人不适合你 这我觉得他都是一个提醒 好那最后呢 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这一本书哦 他其实就是有跟大家分享 你要如何调整气场的方式 那至于是怎么调整 这个我就 就是请大家有空呢 可以去翻翻这本书 那简单来说就是 你就是一直去想 你心想事成 你想要过生活的那个画面 持续去做这样的动作 然后还有像我刚刚提到 一直去观察自己的内心 其实这种能力没有什么 这个高文他有提到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能力 所以一出一观点 今天跟大家分享 也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发现到 自己拥有这样神奇的能力 好最后呢 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一本书哦 高文他在里面有有写 那种每天祈祷的 好就是他的祈祷文 让我觉得很优美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这当成最后的ending 就是祝福各位呢 每一天都是全新的开始 在这四年呢 在这四年当中 就是多出来的特别一天 每一天就是祝福各位 都有全新的开始 好我现在要开始就是念这个祈祷文咯 这个宇宙正在完美的展开 我不需要紧抓不放 我可以放轻松 并且展开双手 我可以顺应我自然的本性生活 我相信我的生命历程 我一直都拥有我需要的一切 我心中拥有一切我需要的爱 我是一个值得被爱 也懂得爱人的人 我有很多钱 我现在的生活足够我过 我想过生活 我有钱真好 我可以给更多 我今天拥有越多 我可以给予越多 我自己本身就是圆满完整 神的爱正在引导我 我永远受到神的照顾 宇宙永远是慷慨的 好最后以这一段文章呢 祈祷文祝福各位 也希望大家拥有好梦 哈喽智诚哈喽盈厅哈喽星天 哈喽那个羊小姐 你说Nata之前分享了干净气场 对 那个那个羊 其实今天就是为了要特 因为有人就问我气场是什么东西吗 如何保持干净的气场 想要呢就是 这是拥有干净的气场吗 欢迎各位看这一本书 小山你说听完 心情真好 晚安 对啊希望这本书 可以成为大家的祝福 我们内在呢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伤害 或者是阻碍自己 唯一可以伴助我们自己的 就是那一股无法正式感受内心的恐惧 正面思考是无法改变我们的人生的 你必须是真实的自己 做自己现在该做的事 才能够拥有自己想要过的生活 所以如果说呢 尝试了很多什么吸引力法则啊 心想事成 你觉得好像总是有点卡卡的 那么我觉得这一本 每一天都是全新的时刻 应该会更适合你 好 所以就是 祝福大家 可以成为 可以成为大家的祝福 嗨玉俊 嗨 那个圈蹦 你说喜迪心灵 嗯 希望这一本书可以成为各位的祝福 艺术艺观点我们下次再见 那也希望明天大家开工了都很顺利 拜拜